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南昌路二段的圓環中肉跟滷肉飯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原本是要拍巴東牛肉 那還是沒有開所以就決定拍別家了 就在我之前曾經有拍過的 針鮮大腸鵝仔麵線的旁邊 那感覺上這邊應該是一間老店 那用餐區就大概算是 應該可以做個五六桌吧 好 那就直接拍菜單 簡單這幾種 那但是好吃的話就很好吃 好 那我就點這個 我認為應該是招牌的幾種 我店員都是可愛的妹妹啊 好 不好意思 那我就 好了嗎 對 好好 謝謝 全這家店就是之前圓環的老店 OK OK 那請問你已經開多久了 那請問你已經開多久了 對 搬到這裡嗎 五年多而已 五年多 因為你都是搬先 搬來搬去 好 這樣 最剛開始的時候是在那個圓環裡面嗎 呃 對啊 圓環裡面嗎 不是那個裡面喔 外圍那個 在外圍 OK 也沒關係 好 那好吃就好了 上菜速度也超快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上菜速度真的是蠻快的 好 現在就試試看喔 感覺店家的店員都很美麗 但是食物還是很重要 現在就吃看看 掰掰 他是甜鹹甜鹹口味的滷肉飯 然後他的滷肉偏瘦 然後有油蔥酥的香氣 算是一種古早味啦 跟那個三元號有一點點像的感覺 嗯 覺得還 還不錯 好 事實上他在Google評論上的分數有四分多 嗯 還不錯 好 滷蛋滷起來蠻香的 好 那分數我覺得 85分 嗯 還OK啦 好 應該就是便宜好吃這樣子 好 我覺得還可以啦 好 應該就是便宜好吃這樣子 好 OK 還不錯喔 好 OK 還不錯喔 滷肉飯的部分 好 再來是這個肉跟湯 肉跟湯相信也是重點 好 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這個色澤看起來蠻漂亮的 嗯 還不錯 好 有這個白菜跟肉羹的香氣 好 有這個白菜跟肉羹的香氣 好 肉羹還蠻好吃的 好 那感覺這個肉羹裹粉裹的還蠻薄的 所以口味還不錯啦 好 好 那肉羹的分數我覺得是87分 好 還不錯 好 還不錯 聲音也蠻好的 嗯 好 這個肉羹一管是50塊 好 還蠻有老店的感覺的 還蠻有老店的感覺的 好不錯喔 然後這個白菜的香氣還蠻夠的 好 啊 剛五 wrote 好,再來是這個有豆腐 我吃吃看 唉唷,有豆腐吃起來還蠻好吃的喔 軟綿綿軟綿綿,然後它中間孔洞吸附很多湯汁 其實有豆腐還蠻好吃的 很有豆香味 好,這個有豆腐我覺得蠻好吃的 你是愛吃豆腐的朋友的話,這邊的油豆腐你應該會很喜歡 蠻香的阿 可惜剛剛這個沒有加乳酪飯的麵 這個跟乳酪飯一起吃會很爽 粉嫩嫩粉嫩嫩 好吃 好,那就強烈建議 豆腐要加在乳酪飯裡面一起吃 這樣會很加分 嗯,好吃 好,再來就是燙青菜,高麗菜 你看 這感覺就好像比較普通 嗯,我猜的不錯,這個就比較普通 嗯 高麗菜感覺就是用平地的阿 不能說不好,就是沒有特殊的甜味阿 就只能吃個菜而已 好,這個吃起來就真的蠻平淡的阿 我覺得這個分數 不好意思,只有80分 蠻普通的 好,另外一個特色順便提出來阿 店員都長得很漂亮,都是美女 相信各位從鏡頭可以看到也是阿 美女那錢我的多少 一桌的 165 165,好 好,謝謝 謝謝 好,那順便提到 因為這個 店員都很美麗阿 所以順便提到 是從上一代就經營了嗎 前兩代 前兩代 好,謝謝 對我感覺有像模特兒的感覺 哈哈哈哈 很漂亮耶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 南昌路上的國都甜不辣 那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好,價錢蠻平時的價格 然後在Google評論上 也有四分的評價 謝謝 老闆娘你好 那我就要點那個 中的甜不辣這邊是 好,請坐一下 對,中的甜不辣跟那個 西域丸湯好了 好 謝謝 請他這家店已經開很久了 50年老店 50年老店 50阿 哇 好 那可以稍微拍一下老闆的動作 那帥氣 那種職業級的感覺 那種職業級的感覺 今天沒有休息蠻辛苦的 還好 昨天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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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禮拜天修 禮拜天修 好 這樣 一定有做一天 然後你還去 好,那蘸醬就是有這兩種 甜辣醬跟醬油 好 甜辣醬跟醬油 好 都會有人開了 是我們 之前 之前 都會有電視台說 要 是我們只有兩個人 所以 後面電視台說 要訪問我們 都 都不想要 好 OK OK 應該有辣可以加 有,裡面有辣 沒有辣 OK OK 好 你用餐具就快速的掃一下 來 好,這個 本日RUN2 再加了這個 店家自製的 辣椒醬 好 事實上這間店是 小虎虎夢王 有推薦過 好 先去試試看 謝謝 中碼就這麼多了 切得很厚實 先來吃看看 口味不錯 唉唷 這個蘸醬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味噌的成分 吃起來還蠻有深度的 然後 甜不辣這些都煮得軟軟的 很燙口 好吃 嗯 燙口 好吃 嗯 好不愧是50年的老店 很好吃 嗯 應該有可以跟這個 萬華頂級甜不辣 一拼的實力 還不錯 但是口味就各有所好 它不是這個 沾醬很濃郁這樣 就是跟萬華頂級甜不辣比起來 它沒有到那麼濃 它豬血糕很好吃 嗯 嗯 很軟Q 豬血糕很強 其他有一些 就還好 但是沾醬很強 天鹹天鹹的口味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嗯 好再吃吃看我最喜歡的白蘿蔔 看怎麼樣 嗯 好煮的耶 很有味道 嗯好吃 好 那分數我覺得是 九十二分 蠻厲害的 喔 個人啊 個人還是比較喜歡 頂級甜不辣 但這家甜不辣也算厲害的 口味很好 很燙口 好 為什麼油豆腐要這麼多 好 就加點辣 會比較開胃 好吃 好不錯CP值蠻高的 這樣還蠻便宜的 這樣中碗是545塊 好不錯 好 那就等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再來是這個 奇異魚丸湯 很傳統的感覺 好 剛剛老闆動作很俐落 湯頭也蠻不錯的 還有這個 大火的香氣 不錯耶 湯蠻好喝的 它再加這個醬 就蠻厲害的喔 湯頭就是那種很傳統的 湯頭 感覺裡面就是有大骨跟白蘿蔔的味道 還蠻香的 嗯 好吃 都很高水平 然後這個50年老店 然後那湯的分數我覺得是90分 都還蠻用心的 好吃 香菜的香氣也很夠 研究看看啊 它這個湯如果加到它這個醬裡面 在萬華就這樣吃了 喝喝看 喔讚 果然是像我想像一樣 升天了 好喝 好就建議點個湯 然後這樣拌一拌這個醬 來喝 讚 一定要喝喝看喔 好喝 如果你住在這個區域的話 我會建議你一定要來吃吃看 這個 國都甜不辣 確實厲害 然後這個 小湖 小湖 普莫 的確蠻值得推薦啊 這是很優質的 比克棒波羅克 好因為剛剛 這一座客人好像 不太想入境 那就大概照一下 這個就是用餐的區域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E大叔 我現在就在這個橋上拍晚霞 今天這個風景看起來又很漂亮 最美還是這邊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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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喔 剛剛對焦對了兩下 好那有很多住國外的朋友 就謝謝你們對我的支持 然後拍一些美景給你們看 相信你們就是會 呃 集結你們各位的鄉愁 就祝你們在國外的日子都平安順利 就祝你們在國外的日子都平安順利 唉 因為剛剛糊掉了 所以再多拍10秒 真的很美 好那就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掰掰 bund牌 觀 king office 位 跟 wid